我們先自己介紹一下 又有劇中的角色 我們最後在一月就介紹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我現在自己介紹一下 各位長官 以及現場的貴賓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吳佳專輯 不要這樣 不好意思 我今天有換了一下造型 你漂亮 你自己 當然嘛 穿這些都漂亮 像我以前 以前師典會 我穿的都是不符合我年紀的衣服 但是符合我的個性 好壞 今天穿的呢 不是符合我的年紀 但是不符合我的個性 太熟米了 所以剛才我怕不怕不怕 那我就怕不怕不怕 那我就怕不怕不怕 所以我觉得我以后还是穿 就比较短一点比较好 如果 谢谢 如果大家不介意我想拿把剪刀 把它剪短一点 对啊 这样就会 就会收视力藏篷 因为我剪到脚的嘛 流血就藏篷了 漂亮笑 那我想我应该来介绍一下 我在客户院下的一个角色 我在里面试验一些 一部位于下的一个阿嬷 那这个阿嬷呢 他本身就是一个老丸头 他就是一个老小孩 他身体非常健壮 生理会都要自己来 要主公 要戳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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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自己来 我真要关在家 因为我是阿嬷 我想要做阿祖 所以我常常叫这些小孩子 要快结婚快结婚 但是没有一个要结婚 所以我没有找一个孙子 那个人就不见 没找一个他们就不见 所以他们都不跟我讲话 因为他知道我要讲什么 那阿嬷没办法 阿嬷就是狗娘 但是没什么 就叫他孙结婚 叫他孙结婚 叫他孙生的女孩 气死人的时候 这个孙子 你大家都说不听都不是 我那个女孩有的 我也想过 我都不煮那个抢抢堂家 怎样可以带三个 带那些人就要做什么 是要带出来娘有八戒 你如果有一个人就不够了 有那么多 有那么多 有那么多用 我看他就是麻痺 有那么多用 所以这个阿嬷本身跟孙子的感情是非常好的 但是阿嬷虽然有时候脾气很坏 但是她是一个是非分敏的阿嬷 我想每一个家庭都有这样一个这样子 但是那个爸爸不要娶三个就好了 那爸爸一个然后一个家庭就这样和乐乐的 有欢笑 然后有悲伤 然后有感情问题 这些大家隔壁开门都可以看到的 所以我们的故事很多 我们的故事也很精彩 而且里面也有很多想不到的彩蛋 我今天是去仔细咬到什么 好 再说我一句嘴嘴 哈哈哈哈 今天金丁 因为不要穿到这样会金丁 刚才他人家发现 我跟他一进军历室 他们每次一大声 哇 阿嬷好漂亮好有气实 我当年跟他人家里面有那种 有八九一一罐一罐 忙 忙 忙 事 识 砖誌 濒鯭 我里面又发现报纸 还看到我都在聊的 说我糟糕了 那时候还没想到在聊话 他还没有演讲話 对吧 那你还没讲 那一直讲不在讲那一回 你细寇点了 你还没说 那哇 我来说 我来说 那一次你我来说 那一次你又来说 噓噓噓噓噓 噓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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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噓 大家好,我是陳玄宇 然後在一個不言下裡面飾演的 是張家小寶貝 AKA辛華金孫 張友誌 然後在裡面呢 就是一個個性非常活潑鼓勵精怪 但是對他來講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他有血緣關係的哥哥跟姊姊 不像家人 然後一個沒有血緣關係的人 竟然要當他的家人 對,這就是張友誌 就是這一整個下來的少年有日的煩惱 然後因為從小都是阿嬤帶的 所以看阿嬤感覺非常非常好 然後就是一個老頑童、小頑童、老兵、小兵、力大功 老兵、小兵 對,就開始解決大家家裡的問題 對,差不多就這樣 差不多就這樣 好,來,按個按個按個按鈕 大家好,我是于晴 然後我在裡面飾演的是小婷、張小婷 然後我們的個性就是非常敢愛敢恨 然後又很衝動的一個女孩子 然後因為自己的父親就是被一個阿姨佔有了 所以非常生氣 死都要跟他做不對 阿姨就會在台下 對,他也在蹬著我 對,小怪物 對,小怪物 對,然後就是很愛自己的父親 然後後來父親走了之後呢 就有一個江仁節自己的就是一個很,也很怪的叔叔出現 然後也是就是開始就是歡喜冤家吧 就是很多有趣的事情都發生在我們江家 就這樣 歡喜也是好像有點遠 可是其實大家都經常都在一起對不對 阿嬤五十節就比較疼喔 因為這個 我大家也聽 我歡喜聲,我連結界也也聽 欸,還一... 這又是... 幹嘛呢 對啊,那沒有... 我放下來了 我先不帶你 所以說我現在怎麼沒什麼事就來 我最正的,你有沒有 對啊,我今孫耶 對啊 長尊先放旁邊,長尊先放旁邊 但是你到現在還可以生小孩啊 阿嬤,我裡面才18 我裡面才16 16,15就可以生了 你把它給,你放到我白了 好,不要急不急不急 我們之後再一次下再喬一下 一會兒跟他生一顆 那有沒有很喜歡你跟阿嬤一起互動 我覺得是不是真的很溫暖這樣子 然後會... 孫師輩的 跟阿嬤一起拍戲的過程中很開心 因為他就是真的很像阿嬤 你知道他一到片場 大家就說,欸阿嬤 阿嬤就是真的很像看到大家長的那種感覺 然後... 然後... 不是,不是那個感覺 感覺一種知道 然後你在他那邊,他就會開始說 因為我們片場有很多東西吃 我們一天到,我們每天拍戲 就會有文山歌請客啦 或者是喬帆哥 就是大家都會這樣瘋狂瘋狂請客 你又每天吹幾天 我每天吹幾天 我每天吹幾天 然後就會很歡樂 然後阿嬤在那邊 又會把大家帶著樂呵呵的 因為阿嬤有時候會跳舞啊 然後穿得很啊 穿睡衣在那邊跳舞 那影片可以放出去嗎 可以啦 你們要跟阿嬤說 我這麼不相信 我十五歲,我也很孫女 像這樣 對,我像你這樣想不到 就是要... 我為了要復仇 因為... 以前我六歲 每次我穿得差不多不符 沒有人的穿 所以他們家的青春偶像 新歌美女 每次走出來 那個接笑聲 咻咻咻 那他掌聲哭 兩千三百的人一樣 接下來要跳舞 喔,我真不乎 是... 他真有 他真有 對 你老! 怎麼湯得這麼明顯 人家哭哨哨? 這樣就差不多一千八百萬萬 這樣跳舞 不錯不錯 然後就看到目的了 然後為什麼 主尊請真的是感情很好 沒有,他們都很乖 而且他們都是很可學術 年輕人 而且老師我們在這個戲裡面 除了我跟文三以外 每一個人我們都是第一次合作 我們通通沒有合作過 可是我們開始拍的時候 那種默契就好像我們合作了好幾檔戲一樣 就是很自然的 就是爸爸就爸爸 阿嬤就阿嬤 孫子就孫子 就是分得很清楚 可是對我們感情又非常的好 我們感情又非常好 無況不說什麼都能 尤其最會說婚的就是一個最近生女兒的那個 我不要指名道姓 你待會再問他 對 婚那個 對 他是斷面燒喜的那個 斷面燒喜 不是尊小安 他比較明宵的是那個那個 那個取三個的那個 喔 取三個那個 好 我們待會就來一一問問他們 謝謝這一隊 溫馨祖孫請 謝謝 謝謝 好 先來嗎 你是優先嗎 你看我郭鐵鐵了 是嗎 還是希望你們三個先講 有 那不講我又要講 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就這樣都來就去 大概今天記者會就我們兩個講 好 各位長官各位貴賓大家好 我是陳妍安 就這樣吧 不是先自我介紹一下嗎 您真的太客氣了 既然我這個賢內住不好多說話 那就由我這個 在這個家庭裡面的總馬 來跟大家說幾句 是是是 我們臺事的思考的特助 我們做總經理 以及我們三立的 紅副總 謝副總 還有我們蔣老師 還有我們現場所有的長官 貴賓賓 以及我們現場所有的媒體朋友 還有正在線上收看直播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陳文山 謝謝 謝謝剛剛 那個飾演我媽媽的家三姐 已經介紹的很詳細了 那在這個戲裡面呢 我是飾演這個家庭裡面的爸爸 張家成 那他有三段婚姻 我強調一下是三段 大家都以為說我同時娶三個 我說這種違法的事情 應該不能拿到檯面上說 是不是可以做 但不能說 沒有其實他在裡面是有三段的婚姻 那就是 其實我們主要是要強調 就是在重組家庭 現在日益普遍的情況下 這種重組家庭 他們會面臨到的一些問題 還有我們要談的就是說 在不同的這個 來自不同的家庭 在做一個重新的結合之後 這家庭的成員 如何相處 然後如何透過 以愛為名 來跟對方做最多的包容亮景 那同時也可以在一個 新的家庭建立之後 大家可以重新在這個家庭裡面 找到大家想要的幸福跟愛 這正是我們這個戲主要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那這一次我們這個戲 所有的演員都是一時之選 包括我們延安 最近也很忙 但是大家今天記者會 也都一定要趕來現場 跟大家介紹這部好戲 同時很特別的是 這一次台視跟三立 強強聯手 我們共同來推出這個 一個無言下 這個算是創舉 這是很特別的一件事情 那我相信兩個電視台 兩個平台的合作 一定可以讓這個戲的成績 是加倍的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 有最多的觀眾朋友 可以看到一個無言下 這是進行的難得一步的 優質作品 在這裡也澄清的介紹給各位 那歡迎大家 11月8號晚上8點 鎖定台視主題 以及三立都會台 收看一個無言下 謝謝 可以可以 可以再大聲一聲 我愛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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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家人就是這樣 有時候很瘋狂的 我愛你們 五百塊 你相給啊 五百塊 不是講一千了嗎 現在還打折啊 團體票合打折啊 我有收五倍券 好不好 謝謝 我要先補充一下 其實我在這個角色裡面 我覺得 是一個挑戰 那我也很難謝謝 製作人潘大哥 給我這樣的演出機會 那我在這個戲裡面 是演一個 原神家庭 本來就有些創傷的一個 一個女孩 然後後來因為愛 然後嫁給了 一個 對 應該說是一個 生活還過得去 生活還過得去 對 我覺得我們要想到 進到這個家庭裡面 現在有五個子女 然後因為 欸我會講太多了 會不會太劇透 不會是 會講得更多 對 總而言之呢 我就在 進到這個家庭裡面 就跟五個子女 有很多 很精彩的一些對手戲 然後也是我第一次 跟這麼多優質的演員 一起合作 其實非常非常的榮幸 然後特別感謝 文三哥 還有加三姐 對 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有很多的一些 我已經在掏錢了 哈哈哈哈 說得太好了 真的真的真的 對 就是在那個 互動過程當中 有學習到非常多的 一些表演 還有一些精彩的 一些情感的交流 事宜都讓我們 非常印象深刻的戲 那很開心的機會 能夠跟大家一起合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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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對我的支持 跟提示 對 那我們可以再分享一下 你們在對戲過程 有沒有比較記憶深刻的演目 記憶深刻 其實我記最深刻 是有一場戲 我在咖啡廳裡面 然後要跟我這個漂亮的老婆 提分手 各位 因為我的媽媽 反對我們在一起 想不到我到那個年齡 還要再演一下那個 《魔命有理朱莉葉》的橋段 兩個人依依不捨 那場戲 其實我相信 觀眾朋友 在看那場戲的時候 會發現 這是過去 我不太會有的 這種感情戲的表現 那也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的詮釋 那也歡迎大家 給我批評指教 當然 因為是跟妍安一起對戲 所以特別有感覺 其實我跟妍安 我們已經認識很長久了 從早期 我們在其他作品合作 其實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 那這次很高興 可以藉由一個屋簷巷再次合作 我們也算是重新 再把這個緣分拾起來 所以這個在對戲的時候 感覺特別不一樣 對 對啊 那一場戲 文山歌真情 不要如果看了都哭了 是 是 那世紀還有很多很精采 以及虐心的橋段 大家期待 請大家期待 請大家期待 那接下來這一組 其實他們角色上面的詮釋也很特別 請他們一個人來介紹一下 我們就先請憶安哥先開始吧 各位長官各位貴賓 大家好 我是凱安 那我在一個屋簷下裡面 飾演的是葉冠華 就是一個局外人 渣男 自己貼到錢喔 我們都要講 OK 沒有他 葉冠華是一個他是 他很有事業性 對 他一直想要賺錢啊 就是 阿姐 阿姐 他就是阿姐 是一個阻撓嘛 他就是一個大石頭 放在那邊 對啊 然後就一直 破壞我們兩個 是這樣嗎 他是我老婆 可以介紹一下 先介紹一下 大家好 各位長官好 各位媒體大家大姐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宜山 我這一次在一個屋簷下裡面 飾演的是 陳文玲 然後她是一個溫柔婉約的少婦 是吧 算是溫柔婉約吧 沉默 什麼意思 不是我們在裡面 其實我們 一直都在吵架 然後 她都已經要摔東西了 她說她溫柔婉約 沒關係 我們從之後的戲劇 大家追劇就知道了 看來是驗證一下 她是不是真的溫柔婉約 對 好 各位長官 各位現場的朋友 還有各位 攝影機約會朋友 大家好 我是曾子儀 粉絲情冷靜 就是在一個屋簷下裡面 演一個 很瘋狂的角色吧 我怎麼這麼講 然後跟我個性反差很大 對 然後也是一個挑戰 我覺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她叫Alan 好不好 記得Alan這個名字 好 謝謝 好 那我們就先找小姐姐 就問一下好了 你飾演Alan 是有做什麼樣的功課 覺得可以更加的女性 穿女性內衣吧 真的嗎 沒有 因為她是一個 時尚總監 然後是一個同志的角色 對 然後時尚的人 然後會比較 想法比較偏直 然後跟我個性比較不一樣 所以 做很多功課 就是盡量讓自己多俏小拇指吧 然後做事細膩一點吧 然後把自己 比較陰柔的那一面拿出來 對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講很多 那這對CP呢 就是 有爭執 但是到底有沒有愛 這方面 有 沒有 很難 很難 這樣 我覺得在這邊壓力好大喔 好像都幫你調節我 你知道嗎 馬上 那怎麼辦下記之後覺得 欸 那現實中 這個應該也要做一些功課吧 我相信現實生活中 應該一起比較專輯的人 呃 對啦 沒有 現實中 太太都取了 還能這樣 沒有 那現實生活中 一安哥真的對他老婆小 很好 所以也是有反差對不對 那這方面的挑戰呢 要怎麼來做功課 其實 渣男 他 有渣嗎 我覺得冠華 還不渣嗎 起的意思是說 渣男幹嘛做功課 是不是 本社研究 沒有啦 其實 這個冠華 他其實是 他事業性很重 他 他去 他去渣是因為他想要 從那邊賺到錢 應該這麼講 渣男理由真的都很多 渣男很多理由 語錄語錄 我當然有一些 系列其實很重 OK 再來再來 還有 還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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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遺酸呢 他很愛幻華 他覺得 你自己講 自己的角色嗎 就是我在戲裡面 我很愛我的老公 然後我也是為家庭付出很多 然後 會經經濟 將那些 柴米油鹽醬醋茶 然後就真的跟 現在就是現實生活中的家庭主婦一模一樣 然後只是比較不幸的是我的老公外遇 這樣子 所以就是中間會有很多爭吵 其實冠華有想要從阿檢那邊弄些什麼東西 想要爭得家庭 對對對 但是我一直都是一個局外人 對 他們就是不肯接納我這樣 對 一直都不肯接納 所以你內心其實也很糾結就對了 不糾結 我就是想弄你 就是想弄你 所以我一直想盡辦法 對對對 好 那聽起來這組也是非常精彩 那我期待接下來的戲劇播出的時候 讓大家可以對你享深刻 謝謝 我介紹還有精通的角色跟大家說一下 哈囉大家好 長官好 然後我是有婦林體育 我在裡面飾演的是 是叫張有遠 還是長官 還是長官 大家好 然後是有名的 大哥朋友大家好 我是楊子儀 那我在一個無言下 飾演的是兩個角色 江仁豪跟江仁傑 黃伯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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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爸爸已經講很多啦 我們就直接沿用爸爸的 大家回看一下就好了 對 看一下 我們剛剛有說 一人分飾兩角對不對 這個會不會也蠻有挑戰的 這方面 我覺得 潘哥就是我們編軍製作人對我蠻好 因為這兩角沒有同時出現 對不對 有分階段 對 如果同時出現的話 可能會辛苦一點 對對對 但有分階段 所以還OK 對 而且我的對手很厲害 因為他面對我的狀態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所以基本上我不太需要做太多的分別 對對對 對對對 因為他們在一開始的角色設定的時候 其實設定兩個角色叫很鮮明 對 如果個性真的太像的話 其實就真的不好詮釋 對 但他蠻分明的 江仁侯就是比較 暖男 對 然後江仁傑是比較 好 傻 屁咧 白暖一點 白目一點 對 應該是用年輕人的用就是屁孩 對 屁孩 屁孩 跟爹 跟弟弟比 差不多屁對 因為我跟他演的時候 我會覺得 欸他怎麼那麼像我 你們兩個在演的時候很像兄弟 對 對 對 因為其實我跟弟弟的戲還蠻多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兩個鬥在一起的時候 就很莫名其妙的很合這樣 對對對 然後我常會在弟弟的臉上 跟那個演出看到阿嬤的演出 因為他是阿嬤從小代大 所以他們是家主角對不對 對 他有時候來到我們家的時候 就 我怎麼看到阿嬤的臉 在一個小男生的身上這樣 我們不是 我們不是已經演了 對 就是 他演戲越來越像你 我覺得好好笑 對對對 就是待人真有待心 而且還帶出那個個人 對對對 我覺得是帶出來的 大直上是這樣 那優越是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呢 你覺得他是什麼樣的角色 我覺得他很倔強 對 然後 但是很獨立 然後非常愛人好 對 對 應該還有加上固執 固執 對 非常固執 對 那根本能自己個性上嗎 你覺得在詮釋上面 差很多耶 因為我 私底下其實是比較 愛講話的 然後比較活潑一點的 可是優越他就比較 冷 冷 對 冰山美名的 對 然後加上他的一些優越上 自己心裡面的一些個性 加上他的成長環境 那時候在演的時候 其實要蠻用力的 就是 比較deep 那個角色比較深 對 所以你在下戲的時候 都會想辦法讓自己抽離 那個情緒 對 對 那幾場比較重的性 我覺得太劇透 我就不講 沒關係 我就請大家要好好鎖定 對 透過節目的播出 戲劇的播出 就可以知道有哪些精彩場段 好 好 所以是我先介紹 長官 然後各位現場朋友 美女朋友 然後還有鏡頭前面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盧彥澤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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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介紹角色是 好 我在一個無限下裡面 飾演的是喬帆 那他是少數幾個 不是文山哥小孩的角色 對 就是 對 少數幾個嘛 然後 然後他在這一部戲裡面 其實 因為他不是張家人 他有點像是個外人 但 我的角色 其實是一個人見人愛的角色 阿爸 阿爸看到我愛我 然後 周小燕看到我愛我 然後 有日看到我愛我 沒有啊 我怎麼說愛你啊 就是你瞎愛你 第一次握手就摳手 這個不是愛你啊 沒有 他就是一個短男啊 但 爽 這個角色其實 他背後原生家庭有一些事情 然後心中有個洞 然後我們就看他 在這部戲裡面 如何填補這個洞 然後如何填補這個圓滿家庭 然後就是 因為他們都很想要我 從小沒家人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 人見人愛吧 謝謝大家 哈囉各位長官 各位媒體朋友 還有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戴馬周一珮 我這次在一個屋簷下 裡面是演的角色 叫陳文綺 是一個跟我個人本身 個性蠻像的 就是有點傲嬌 然後非常愛面子 不認輸的一個女生 然後我有一個不同母 也不同父的哥哥 是我的初戀 在這裡 對 但是因為初戀沒有成功 所以後來就改成姐弟面 好啊 我看錯了 之類的地方了 對 好啊 大家好 我是米可白 然後我在裡面飾演的是 許惠銘 然後就是演一個 女強人跟之前的角色不太一樣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不一樣的地方 謝謝 哈囉大家好 我是周俏安 我在一個屋簷下裡面飾演的是 張友年 也就是張家的長子 然後我就同時要 上有長 下有小 那同時要接收到來自不同方面的一些 他們會把一些 苦水啊 或是一些負面情緒發現在我身上 可是我身為長子 我要去Candle爸爸跟阿嬤 他們的想法 還有下面弟弟妹妹他們的想法 然後所以我夾在中間會是最痛苦的人 所以我常常就是 要穩住自己 然後屏住氣 但其實我才是那個最負面的人 因為我吸收了所有天地的負面精華 這樣子 可以踩這一家人 真的是內心的創傷 然後或是吸收負能量 好像都過得蠻壓抑的 那夏娃儀有沒有就是在挑戰 角色的挑戰上面有沒有需要怎麼調整呢 調整這一次很特別的這個角色 因為我跟製作人潘哥談過 就是這個角色他不太會 在一開始他不太會顯露他真正的情緒 除非是他一個人的時候 甚至我在我十四年的女朋友前面也不可能 完完全全百分之百表現我當下真正的感受 所以有很多戲是 我其實是講到台詞 或者是我的戲已經半累了 或者是想哭了 有幾場戲是已經要滑下來 然後有說等一下 Hold住 然後就是我得收這個東西 以前我們會要求演員要多真情流露 但是因為這個角色他很特別 所以我就必須要稍微夾一下屁股 夾一下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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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你就是鼻液先留下來 為了不要讓眼淚流下來 先流鼻液 這是比較技術沒有克服的事情 就是很蠻 就是放右腳丁就對了 哇 那林克白呢 其實這次的角色 就是已經過去很不一樣了 對 因為這一次是演一個政治家庭 所以我特別跟民意代表 就是一日小助理這樣子去學習 然後還有去拜訪委員長 還有去看一些土木工程啊 還有交通這些來學習 是真的有啊 是真的有啊 然後可能有一些選民服務類似這樣 對對對 就是拜訪一些軍民這樣 OK 那你覺得這一次的經歷 也幫助你可以在角色裡面更入獅 有 因為其實這個角色其實還 帶有一點手腕 所以跟我以前比較不一樣 所以有做一些功課這樣 喔好 謝謝那大牙修一佩呢 今天唱好漂亮 給她瘦一下 謝謝 你還好嗎 她也拉下 你們這樣都沒有錢喔 你們這樣都沒有錢喔 你們這樣都沒有錢 其實我這一次我覺得 我算是滿幸運的 因為陳雯琦這個角色 除了她的感情觀跟我本人 比較不那麼相像之外 其實她的個性跟我是很相像 講話很直接 非常愛管妹妹 因為妹妹就是 等於我算是妹妹的半個媽媽了 所以妹妹要由我來照顧 因為媽媽已經過世了 所以妹妹的家庭我也要管 然後我的員工我也要管 然後我哥哥我也想管他 每一個人我都要管 我就是很稀薄的一個人 然後感情世界又很複雜 然後爸爸又要娶我的學姊 大五幾歲的學姊 我真的不能接受 對 那大家彼此對戲的時候 你們覺得有沒有比較印象深刻 或是難忘的事 比較印象深刻應該是 我比較不那麼喜歡跟校安對 因為他是一個壓抑的人 他的情緒都要很重 所以跟他對完之後 就整個覺得空氣很灰濁 但是跟彥哲對戲的時候 就很快樂 因為他的咖啡廳 就是一個帶給大家歡樂的地方 每次去就是真的很開心 應該是看到我本人就很開心 都開心 好的好的 那彥哲呢 就自聽說對你有開咖啡廳 那是不是有特地去學什麼 拉花、馬來西 這樣你有把演的認真 還去跑啊 還真的去跑 對 在接這部戲之前 因為知道要演咖啡廳 所以我去朋友的咖啡廳有練習 但是練習的時間沒有很長 所以可能到時候呈現出來 那個拉花沒有那麼專業 但我已經盡量去進入那個狀態 至少熟悉那個場域的工作內容 知道他們要幹嘛這樣 是可以拉出一個比如說 我可以拉出一個原型 然後可以變成一個愛情 那如果你說要健身的那種我還可以拉出一個 還是一個神奇寶貝什麼的 沒有 寶貝球可以 寶貝球 好的 好我們再次謝謝 在拍攝的時候 我比較專注於我在拍我跟小凡的這一塊 所以像熔兔跟子儀那一塊 其實我們是很少參與到的 我剛剛看到我已經也一度也幫我犯淚 真的 對 現在才看到整個拼湊完整故事的大概啦 真的很想要趕快看到播出 OK 那 跟你們在這邊的另外說一下 那你就不看我們的劇本啊 我認真說真的看到你們在那邊我很想哭 然後我很想參與在那個角色的中間 然後就覺得周嘉然也是蠻紮的啦 有些畫面嘛 就是你幹嘛這麼壓抑 有愛大師說出來啊 他們兄妹也是這樣 我在跟他對的時候 我也是覺得為什麼文綺 要這麼壓抑 明明就喜歡哥哥 然後為什麼還假裝喜歡我 那當然最後可能有一點喜歡我啦 對 就是為什麼一個家庭大家要這麼壓抑 然後為什麼都不勇敢說愛 當然喬反也是啦 就是到最後一個發現是這樣 可是他們在劇中 其實大家都很常大喊一句話說 我只是想要有一個家 這句話真的讓人家聽到 也是不是覺得 其實家庭的每一分精靈 都可以影響到 接下來每個人人生的一些 處理問題的一些態度 真的有光還在犯淚 真的 我就覺得那句話真的是很觸動人心欸 對 而且當然爸爸還是 欸 阿嬤也有cue你 那個是不是有什麼事要分享一下 一開始的時候 沒有啊 說你分騷對不對 還是因為角色的關係 說我在戲中比較壓抑嗎 那我在沒有在拍的時候 我就是很 就是想要發洩 所以我就又一直講一些 垃圾話 開玩笑之類的 就不斷摳男演員的手機 沒有 他也摳我了 我有摳你 我們第一次認識 然後你就這樣 然後就 真的假的 他被你也摳 真的很假的 我沒有摳你了嗎 沒有 有啊 還是還是 好啦就是 就是這樣 就是講說做一個反差 不要說沒有在拍還這麼壓抑 那真的會很痛 然後剛剛看完這個十幾分鐘片的話 我真的也是很感動 因為這將近一年的拍攝期的一些回憶又回來了 然後那時候大家真的是 加上因為剛好有疫情 有離開的關係 那個讓大家又更有革命情感 更有那個相信力 那其實中間我們還是有出來聚會什麼的 所以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 我們這一家人的感情 是勝過於這個病毒的 為了要聚在一起還出去吃飯 哇 這個大人 好會講喔 超大人 剛好看我不行 那明可白呢 其實真的看到了真的很 有要展現強悍的一面對不對 對 就是因為其實跟我的個性不太符合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就是 下週一定要主持收看八點的一個 五點下謝謝 喔 那對你來說我們都直接比較挑戰 就覺得好像又很霸氣 霸氣可能說話要比較直接一點點吧 就真的會讓我一點不太習慣 有時候會有點便扭 我是等於那時候有一喘氣是 迷迷要來跟我對象 也不是對象 你來討好我 然後我就很直接 我就直接盯著她眼睛 我就跟她說 其實你不用討好我 這個家裡面 你最不需要討好我就是我了 對 我一年也不在乎你怎麼看我 然後我是很冷的這樣跟她講 然後她也是很直接的回我 但我一開始試的時候 我感覺到她眼心後面的害怕 然後我就坐起來想躲 有點想躲 後來我會覺得不行喔 然後那些Alice 你這叫什麼 哈哈 那我眼睛就變幣了這樣 那其實身邊的人有沒有覺得說 欸 你好像變得有一些派這樣子 有時候會覺得 嗯 應該 在演的當下 都會跟自己的感覺不太一樣 然後就 欸 用的書看的書要站很高這樣 對 OK 好 那麼最後來請那個子儀 還有評語幫我們分享一下 讓她看到的一些心得 其實我真真的自己看完這部戲 我 我們兩個剛剛都有不小心 就是眼睛有點濕鏡 我自己演我自己也莫名的悲感 對 我真的覺得 這是一齣好戲 真的希望大家可以喜歡 對 真的 謝謝 我跟你們一起聽到一點 然後 而且我們其實不斷地在對戲的時候 我們也是希望說 可以怎麼樣讓曲本更好 然後我們也是會跟導演 然後還有製作人 還會研究說 我們怎麼樣去看台詞 可以讓表演更流暢這樣 那 呃 因為 我覺得 對演員來說是一件 就對永渡來說 其實是一件 很辛苦的事情是 我覺得對演員來說其實很痛 因為 當你一個深愛的人 離開了 然後來了一個長一模一樣的人 可是他完全不同個性 他只能去面對這件事情 其實我最近演戲演員 我都覺得做演員很撕裂 其實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對 那我覺得永渡在這個角度確實非常好 沒有沒有 子儀跟你們的才好 我不要 謝謝長官 讓我有機會跟子儀跟演戲 酒雅大名是不是 我剛剛想到一件事 我跟迷迷在這部戲也有唱歌 對對對 謝謝老師 謝謝嘉老師 謝謝嘉老師 謝謝 謝謝 然後我們兩個五一不全 調了手 對 他有非常多錢 謝謝 謝謝 所以有點小斜槓 我們開始要往歌手之路 不開始 如果可以多唱一點 然後 他會不會這樣尾搖 不用拍戲這麼累 哈哈哈 現在子儀跟有講到 這東西真的是情感層面 真的非常多層 然後你們每個人好像就要 然後不斷的花心力在這個角色上面 我們先出一張位下 都是長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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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自己介紹一下 入劇中的角色 我們之後在一、六、六介紹 這樣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我現在自己可以介紹一下 對 謝謝